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是他提出来在高雄就是台湾嘛 那我先回就他的问题来讲来来把我的意见说出来 第一个他的家人39岁还蛮年轻的 那突然间就是头痛然后昏迷没有意识 结果状况好像蛮严重 西医说即便开乳手术存活力只有5% 那非常低啊 那即便好了他是属于幸运的那5% 即便是这样那活下来也是植物人 也就是西医的回答等于是已经就是宣判 这位患者应该以西医目前的治疗方法应该是无人为例的啦 好 那在这样的困境下 我们看下一页 下一页 他是因为网路上有看过以前我们有这样的处理方案 然后他也崇尚自然疗法 我必须要讲 如果你是崇尚自然疗法 又有在网路上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看过 因为曾经用原始点看到我有这样的案例 我不知道是在发作之前看到的 还是发作之后看到 如果是在发作之前你们就有看到原始点 但你又说你崇尚自然疗法 那就跟你现在的讲法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在我的看法我的解读啦 如果是你之前没有看过原始点 那你又崇尚自然疗法 那你也应该要想 这个中风 如果以前没有看到 那送去西医还有画家 但是我也觉得很奇怪 如果崇尚自然疗法 就知道西医这个对脑中风的问题 开刀的手术 我在影片中都时有提出 即便他半身瘫痪 我今天刚好也有讲过 半身瘫痪你即便开乳手术 那些症状也不能解决 同样他昏迷 他开完刀西医也说不能解决一样 这是没办法 那如果是植物人 开刀即便存活 他的存活不是因为开刀而存活 开刀甚至会让热能消耗 怎么会存活呢 这个对提升存活 我根本一点帮助也没有 只是西医说出了道出的真相 这时候开刀 情况可能会更糟吧 在我看法应该是更糟 那在这种困境下好 我也就不再追究你过去 如果说以前就有读过原始点 那你又说崇尚自然疗法 又把患者送到医院 这就是我提出来的 是不是因为已经真的西医没办法 所以这些都是场面化 但不管是不是场面化 我们也不提 现在就是直接如果照这样患者的情况 我认为是蛮严重 那如果他已经就是医院也这么说了 你们已经现在因为他说患者还能在高雄医院 那既然患者也医院也治不好 那如果你要用原始点 应该是在家里啊 家里做 我的建议是应该是这样 那在家里做你们又没有经验 又怎么做 然后在医院你要怎么做 其实现在真的都不理你们 我记得台湾的医院好像不能任由你 怎么搞就怎么搞 尤其这么严重的患者 我一般我是认为可能 我记得以前我就是看一个中风 就是被开如手术的患者 也就是亲戚 我跑到医院去 我只是用简单的软贴 然后贴在他的枕头 被护士看到 就马上立刻叫我把那个拿掉 他说不行啊 这个温敷他已经都脑出血了 你在温敷他血又会流 那不是更严重了 西医是不相信原始点的 所以在医院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自己的经验是 在医院你怎么用原始点 好那西医又已经没办法的经营下 我相信西医也不允许你这样做吧 所以在医院一般我说患者如果在医院 我都不想提出太多意见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在家里 我会鼓励说赶快联系原始点的志工 比如说在水上就有两个推广点 水上有一个还有嘉义也有一个 如果就进那里是可以连续 那紧急的时候 他们也会教你们怎么处理 在医院叫志工跑到医院处理 好像也怪怪的 这个是我的考虑 对志工我觉得有一点为难 那如果都不考虑这些 现在怎么处理 我就告诉你 一定要赶快用热源 因为他头部 头部需要马上温敷 那甚至要涂姜本泥 然后还要有电热气罩 然后还要懂得按推头部原始点 头部就是耳后四点 还有整骨下沿四点 这些可以参考我的手法 你可以上网看一下 这些要赶紧做 然后如果还可以的话 因为他躺着 现在重点是在头部 他其他身体脊椎是不是要按推 可能还要看情况 然后四肢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 这些都要 因为你都没有提 所以也只能说看 如果有这些 以前我们的中风一些案例 你可以参考看看 那如果在医院 他们允许你这样做 那你现在赶紧做 因为现在情况 我认为分分秒秒都蛮重要的 那如果不了解 可以究竟我说的上网查 那个原始点推广点 他们有几个地方 我刚刚讲的 以最近的就是水上 还有嘉义 这两个点 应该是距离你最近的 那看看究竟怎么来 有没有办法来帮忙 要不然你面临到这样的困境 自己只是上网看原始点 然后一下子就要完全理解 有一点为难你 有一点为难 所以我的建议是 最有效的就是赶紧 看看能不能联系志工 如果在联系的过程中 在医院就要赶紧用温敷了 赶紧外热源温敷 这些看医院能不能接受 那因为他昏迷也不能 昏迷我是不主张用姜汤 因为你灌食会有危险性 就是直接先用外热源 还有外置法就是按推 这两方面先做 还有涂姜粉泥 如果可以的话 头部这些姜粉泥都要赶紧涂 然后包扎这些是重点 那如果其他身体还有部位 是不是要再按推 那个一定要看到 才能进一步判断 那我就回答到这里吧 因为他人在医院 确实有一点要做 我都很担心 光这些医院能否接受你这样处理 我也不知道 好 我就回答到这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